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提现木偶》 一部打着恐怖片的黄姿 是说四角感情纠葛的电影 曾经有一个学生问一位讲催眠课的老师 催眠能不能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比如让催眠的人爱上自己 当时这位老师表示在理论上并不是不可能 并现场进行了演示 而这位老师就是影片的提现木偶的男主 他没有想到为了一时私利 他害了自己的好朋友男儿也害了女主 影片提现木偶的名字取自女主的职业 也在影片结尾呼应了被女主制作成提现木偶的男主 虽然打着惊悚的标签 但是实际上这部电影是韩国的三级片 里面有很多不可描述的画面 寂寞空虚冷的男主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利用催眠师的植物之变深度催眠了女主 让女主在每个星期特定的时间来找自己 并让女主爱上了她 所以到了约定好的时间 无论女主在做什么都会停下来走向男主的家 就像是男主奉劝男儿说的那样 世界上有两种女生不能靠近 一种是有故事的女人 另一种是有精神问题的女人 而女主则是一个既有故事又有精神问题的女人 奉劝男儿整理掉与女主的感情 的确这个有故事又有精神问题的女人 害了万年的好男人男儿 也囚禁了男主 男主是罪有应得而男二呢深爱着女主 被捅死仍然抚摸着女主的脸庞 男主是个经不起诱惑的人 空师寂寞又不肯承认 男主的催眠勾引出女主的第二人格 一个动不动就撩人的妖媚人格 男主估计就是这样在一个个寂寞的夜晚里 终于再也无法拒绝女主了 原本只不过是在男二的头上种下了一片绿绿的草原 但是没有想到女二的出现致使男主抛弃了女主 女主再次陷入了之前的幻影中 在男二求婚时 想到不堪回首的过去 杀死了男二 悲剧的造成是累加的 只不过没有想到会牵连到无辜的人 男主自私喜心厌旧才会酿成悲剧 影片极力去渲染一种恐怖气氛 但是一些限制级画面 却又让人有些分不清 木偶的设定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恐怖色彩 女主杀死男二时 没有生命的木偶仿佛也露出了邪魅的微笑 增加了一些恐怖色彩 但是相对于很多恐怖片 电影提现木偶的恐怖 完全就是小屋见大屋不足为奇 相比于将这部影片定位为恐怖片 其实一部感情戏比较恰当 虽然添加了一些恐怖色彩 但是显然从感情主线上来分析 这根到底还是讲述了四个人的感情纠葛 尤其在影片穿插了一个女生去找男主咨询 女生问男主自己喜欢上了好朋友的男朋友怎么办 男主说去告白吧 说不定会喜欢上你 但是却没想到这个女生最后选择坠楼死亡 我始终没有想明白 影片设置女生坠楼死亡的意图 是在讽刺男生还是在讽刺这个社会 如果男生真的考虑到了他的好朋友 那么或许就不会发生这个悲剧了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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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一句话